亞洲杯跳水賽將會在明天展開 東道主澳門派出兩男五女出戰 其中梁錦昌將會參加三個項目 兩年一度的亞洲杯首次由澳門主辦 身為東道主的澳門將會以最強陣容出戰 擁有十年經驗的梁錦昌 會參加男子單人、雙人同運商三米板 狀態比較好,其實一切都不太好 因為我們剛才參加了新加坡醫情才 回來正常會累的 但我覺得都可以的 因為接下來了比賽,某個人會比較興奮 至於師姐,徐雪因今屆只參加一個項目 將會在首日比賽,火牌門會徐雪君 出戰雙人三米板 可能因為我自己比較年紀大 可能會比較累的 但保持著希望可以在比賽的時候 能夠發揮到幾英日的水平 上屆賽事,澳門憑著梁雪燕和梁雪珍 在女子雙人十米台收獲童械 教練邱瑩婷說 目標仍然會放在雙人項目身上 期望徐德突破 我們的女子三米板雙人 因為他們兩個都長期配合 我們爭取套牌,單人爭取入決賽 今屆賽事一共決出十二項冠軍 比賽由星期五起一連三日 在奧林克克游泳館舉行 首日比賽,代表隊率先由梁錦出,徐雪因和徐雪君分別在男子單人三米板 和女子雙人三米板雷雙 和往事記者在林斯奇舞蹈 要 formations特別出十二項冠軍 並 года